哥哥 哥 不是亲爱的 我是胳膊有点疼 你胳膊怎么了 没事你去帮我买点药 我去买瓶水 去吗 你来城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怕你忙不过来 我就没跟你说了 哎呀不要了 这次啊 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准备在城里找份工作 顺便啊 还能照顾我 哦 对了 这是卖房子的钱 你拿着留着结婚用 哥哥我不缺钱 我求求你了 赶紧回农村吧啊 我要是让小花知道了 有你这样的哥哥 我这样的婚姻就完蛋了 哥 我给你拿钱 你赶紧回农村啊 妹 我可是你亲哥呀 哎哥 哥 哥你等会可千万别乱说话 小花不知道我有家人 哎 哎 你买的水呢 啊 这没我想喝的 喝点奶茶 咱们请慢奶茶吧 而且吶 沿潜 亲爱的 这敢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咱搞 不是 你谁呀。如果跟着我们 我 董事长 这是您给您妹妹买的法拉利 我给您开过来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忙就 好的董事长 妹 其实哥这次来 是家里的三千块下来 这里有两千万 你收好 还有这台车 这哥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以后哥 就不打扰你和妹妹的生活 我们就幸福 再见 哥